第一道题 给大家注意一下 好 哪种方式更有可能 让那个他爱上自己 有三种选择 第一 为他提供帮助 第二 让他为自己提供帮助 第三 保持距离 做好自己 静静地吸引他 大家注意到没有 刚才徐老师在念C这个答案的时候 打了个科目 徐老师保持距离 是这样的 做好自己 我一听 行了 这个答案应该不是正确的答案 你已经开始学会微表情了 来听一听大家的选择 来 这个女生 我选择了C 我设计让他帮助 还有我主动去寻求他的帮助 都是一个投入和风险 差异比较大的选择吧 我不能确保 他是否愿意去帮助我 也不能确保 我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会让他感到烦 可能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还是选择 就是静静地做好自己 因为在做好自己这件事上 我的把握是最大的 并且投资和回报 比率也是最高的 所以我还是更加倾向于 选择做好自己 你是学金融的吗 确实是经济相关的专业 所以他计算很本 对 有选择必的吗 让对方来帮我 我听听这个男生 因为让他人帮助我 这个是一个示弱的过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有的时候 女生会拧不开瓶盖 所以你想假装拧不开瓶盖 是吧 然后交给女朋友 其实女生 她也是会有一种保护欲的 包括我自己 我在我女朋友面前 经常拧不开瓶盖 不是 我是比较就是 容易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 就是就这种 让对方保护的感觉 我觉得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所以 全力 这也是一种办法 他让对方知道自己 是完全敞开心扉 我在你面前没有遮掩 没必要在你面前装着 去演一个男子汉的形象 这道题有没有标准答案 有 A是最多 为他提供帮助 但是呢 在我们这里的标准答案 更可能 B 是你们选择最少的 恭喜你的策略对了 是 对 让他为自己提供帮助 我们心理学有一个叫做 鱼香效应 就是 证人玫瑰 手留鱼香 它是一个双向的 一个 互惠的一个过程 我给别人一个 展现它的价值的 一个机会 我们在付出的时候 比接受 可能会更快乐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了我的力量 我看到了我的财富 我看到了我的能力 去给别人一种价值提升的 这样一种机会 不幸福 不是 如果有花费的 你让别人一种价值得 我会在一起